怎么能摆脱 现在就靠我们一统一台湾 美日欧脑子一发昏 把我们一踢出这个美元体系 中国和全世界贸易用什么 人民币 你妈不用 你滚蛋老子不跟你贸易 美元霸权三年以内必然崩溃 美日欧一旦切断贸易 我告诉你 那是对中国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汽车早都超过美国世界销量第一了 中国这帮不要脸的造车的 他妈的就是不会造 在中国自己本土机车市场 70%还是进口车 美日欧一旦切断贸易 我告诉你 三个月以内中国国产车 就占领中国市场99% 而且没有专利问题 人民币全世界使用 中国产品全世界畅通无阻 美日欧在世界上到此结束吧 我们养着美日欧啊 为什么 就是我们不要脸 我们人家不制裁我们 我们就甘当这个经济殖民地 打台湾的最好最好最好的结果 我们一打台湾 美洲帮我们一制裁 哇那中华民族在世界上 那真的那么的飞黄腾达的时候就到了 美国现在不制裁不推中国一把 中国现在根本上不去 我看各行各夜这个屌样子 根本就上不去 一旦制裁 中华民族立刻腾飞 现在要就求美国制裁一下 哇那中国 这次腾飞就上到世界顶端了 就欠美日欧制裁了 美日欧制裁 我们第二天开始 我们就是主人了 中华民族的梦想 就是美日欧制裁中国 96年开始搞到现在 那我们广东 你还想跟人家说 说我是中国人 我要统一 人家不是觉得你是个疯子吗 是吧 不省 从1996年开始 每四年选一次广东国总统 你想今天广东是还有中国人吗 就没有了呀 对不对 全是广东国的人 我们我们就是广东国 我们选我们广东国总统 从1996年开始 四年一次 四年一次 我们1996年 废除了广东省政府 我们直接就叫广东国政府 我们选广东国总统 你想从96年啊 你想 四年一次 四年一次 选到2000年 那那那我们广东 男的就没有中国人了 我们全是广东国人了 对不对 而且我们把教材改了 我们说我们最高峰是那个 咱们广东最高峰是那叫啥那个 我都去过吗 那那叫啥那个什么顶 广东飞云顶吗 那个 那个罗浮山吗 罗浮山飞云顶吗 十坑空 十坑空是吧 反正总之 我们最长河流是珠江嘛 我们最高峰是啥峰嘛 对吧 我们历史是广东 四百年历史嘛 是吧 然后我们那个中国是外国嘛 是吧 你一下 你要从96年开始搞到现在 那我们广东 你还想跟人家说 说我是中国人 我要统一 人家不是觉得你是个疯子吗 对吧